其实PS5也能找到小时候玩双打游戏的快乐 可惜就是有点贵 下面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先说游戏 我以麻布仔大冒险 双打合作通关为例 这个游戏是港服二档会员送的 麻布仔大冒险 这个游戏有点像Switch上的那个马里奥3D世界 属于平台跳跃动作游戏 再加上一点小谜题 挺有意思 是我喜欢的类型 最近每天晚上都和一位没有见过面的玩友 合作通关 他打得比较好 很是快乐 第二点PS4的会员 PS5上很多多人联机对战游戏 一般都是需要一档会员的 我是三档会员 它包含了一档的联机服务 同时它也包含了二档会员的游戏本体 PS4三档会员 在不打折的情况下 原价是一年599港币和人民币528块钱 第三点加速器 一般情况下PS5玩多人联机都是需要加速器的 麻布仔大毛险这个游戏目前竟然可以裸联 我之前玩过这款游戏的火航版 那时候裸联是不行的 现在这个港版居然可以裸联 你们可以回去试试 我用的是北京联通 1000兆的光线 我这边建主邀请好友加入 我这儿是没有什么延迟的 但是对方有时候他说会有点卡 其实两个人合作还好 基本上是流畅的 但是有一些需要精密配合的那些环节很难完成 比如我抱着一个物体往上面扔 它在上面接着 这个就很难接到 另外这款游戏它是支持一到四人游玩的 如果在不开启加速器的情况下 四人同屏玩这游戏 那三个人是很痛苦的 卡的是一塌糊涂 如果我这边开了加速器 这个合作体验会好很多 特别是进入游戏或者返回世界地图的时候 加载速度和本地一样速度特别快 但是如果没开加速器 那个等待的时间和路阿路进游戏的界面 等待时间有一天 虽然有点夸张 这个加速器也不便宜 一年的会员费不到200块钱 加速器盒子费用也在200左右 下面说第四条 手柄 麻布仔大冒险这个游戏很费手柄 我有这个感觉 我那个玩友他也有这个感觉 因为这个游戏总是得跳 而且在空中还能二段跳 二段跳之后还能在空中扑一下 或者在空中打怪 所以这个游戏很费那个X跳键 目前一个PS5原装手柄 价格在400到500之间 第三方维修换件 我之前也分享过也不便宜 好下一条 麻布仔大冒险这个游戏 它可以只有你邀请的人 才可以进来 它还可以让所有的PS5玩家自己进来 而且它还支持跨幅 让PC玩家也进来 但根据我的实际经验来看 最好是你邀请谁才能进来 其他的人不要进来 而且最好要有固定的伙伴 最好找一个厉害的 玩得比较好的 如果你的水平不咋地 它的水平也很菜 那简直是一种痛苦 另外如果人多了 水平不一样 而且网络太卡 它们会不断的over快速消耗你们积攒的分数或者命 很影响体验 好下一条 我强烈建议大家开语音 手柄上有语音静音开关 在这种多人网络合作的游戏里面 开语音是很必要的 我们还是以麻布仔大冒险为例 你们俩一起往前走 一个人要走左边 一个人要走右边 这个提前说好 因为时间不等人 可能是瞬间就得分配 或者是一起合作完成某一件事 也需要做一些策略部署 这个很常见 所以说一定要开语音有反馈 PS5的语音同步其实是很快的 这个感觉就和它坐在你旁边是差不多的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同学 他不喜欢开手柄语音 可能是有方言或者说普通话说的不好 或者是其他的 开语音的很少 不开语音的玩家会多一些 如果不开语音玩的体验 就好像对方失了脸一样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前面说的游戏机 PS会员 加速器 这些东西花点钱 其实都可以得到 最难得到的 最难拥有的 其实就是玩伴 比如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小时要玩这个游戏 你不知道谁这个时候有空 而且也想玩这款游戏 而且也有会员 也有本体 想和你玩 我之前加过很多好友 但是一名普通用户 他没有那么多PSN好友 这就比较难了 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我之前弄过一个双日成型的双打群 需要找伙伴的同学 可以到群里面喊一声 入群是没有限制的 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方便 最后总结一下 说实话 这几天我找到了 我小时候 在放暑假的时候 和同学一起玩 雪上魂陀螺的那种感觉 当时我家有一个FC的游戏机 我这位同学不知道从哪 借了盘卡带 赤影战士 我俩一个人用剑 一个人用链子锁 提前先说好了 然后怎么吃水晶 怎么吃天书 40分钟 基本上是可以通关的 通关之后 再玩一遍 后来又借来了赤色要塞 也是反复通关 这位同学的名字 我记得 长相 我也记得是小时候的模样 但是已经20多年 没有联系了 最近玩这个麻布仔大冒险 我找到了那个感觉 每天晚上 在固定的时间 我要能遇见那位伙伴 我俩就玩一个小时 过几关 这是很快乐的 这种快乐 比吃顿好吃的 或者去拿旅游 那种快乐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种双打合作的快乐 是那种天真的快乐 男人至死是少年 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 为快乐付费 你会买单吗 欢迎写到评论区